当美国雇员选择公司团体健康保险 而且想要加入家庭成员的时候 有哪一些注意的事项 都在新闻特别联手哈欣保险 并且邀请到团体健康保险规划师 来深入说明 已经在公司保险保单上的员工 在什么时候可以加配偶和小孩进来 A 在公司保险每年续保的时候 B 在配偶从另外一家公司离职 并且断保30天以内 C 新生儿或者是新结婚30天以内 D 以上皆是 正确答案是D 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要知道 如果说今天自己在公司里面有健康保险 可不可以加家人进来 当然它是可以的 但什么时候可以加进来呢 除了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公司申请的时候 你可以跟着公司一起加进来 再来就是每年renew的时间 你可以加你的配偶或是小朋友进来 那当然如果你的配偶 它可能本来有别家公司的保险 但它中途断保了 那我们可以凭借的断保证明 30天之内可以加入你的公司名下 当作你的配偶 又或者说今天你新结婚 那我们今天有结婚证书 或者是说你刚生了一个新宝宝 那我们可以凭借着它的出生证明值 那我们也可以把你的家人 加在你的公司名下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说今天你的配偶跟你的小孩 它是从国外第一次入境 移民过来跟你住在一起 我们也可以凭着入境证明的入境章 把它放在你的名下 30天之内 稳债下收养益市场中规模最大的 全方位保险经纪公司 华星保险华星市多星系列报导 将一集将来探讨公司团体健康保险 也欢迎观众持续锁定 我们下期见